林玉婷奪下金牌 不只媽媽放鞭炮慶祝 某消音哥工商也很熱鬧 來到訓練出金牌國手的拳擊室 曾經帶過林玉婷的教練 更是倍感光榮 非常開心 我們等了這一刻 等了十幾年了 玉婷跟志強教練 終於幫我們做到了 然後一樣 我們這個團隊 一樣會好好的支持玉婷 然後讓玉婷繼續發光發熱 一路看著林玉婷成長的教練 看見他站上奧運的頒獎牌 回想其他訓練的過程 直說相當辛苦 你給他的東西 其實都是跟男生一樣 對 啊他是女生 你又給他跟男生一樣的分量 或是內容 他其實他都是 好好的把他吃下來 他不會去飄死 他會把菜單好好的吃掉 林玉婷過去就曾經在IGPO出訓練影片 吊在單槓上 陪練員快速出拳打在他的腹部 要提升他的忍受力 他還特地對鏡頭修出超狂腹肌 不少人看了都說好心疼 但他堅持到底努力苦練的毅力 也成了學妹們榜樣 電視上面看到學姊拿刺青 然後男朋友覺得帥 所以就一起來學 從他的比賽過程中來看 就是可以看出他的心態 有這樣的目的 然後不會收到外界 所以可以看他 他的從容的態度 就是很多人在台上都會緊張 但是學姊在台上感覺就是 輕輕鬆鬆 我要自霸全場的感覺 拿下好成績教練也特地送上 林玉婷平時最愛的珍奶和蛋糕 希望賽前必須飲食控制的他 能夠好好放鬆 這回儘管他被惡意攻擊 但林玉婷征戰巴黎 一拳一拳拼出金牌 讓自己被全世界看見 TVBS新聞綜合報導